对于西北野战军而言 他们突然转强 最主要的就是说 他们的军队的结构改变 消化吸收了被俘虏的 这种国军士兵 从字面上听下来 你说西北野战军大进步 把被俘虏的国军士兵 变成极战力 讲起来是非常简单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做起来是很难的 那他是怎么做到 西北野战军 他是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 因为在前40天打赢了三场战役 所以他们的总兵力 就从25000人左右 就发展到了45000人 其中就包括了 大批的解放战士 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军三个字 所以所谓的解放战士 指的就是指说 枪头吊转的被俘国军 叼汉森在他的回忆里面 有提到西北野战军的 重三五八旅 独一旅 这些部队其实都是在地人为主 几次打下来 其实就有大量的警员 也就是能力减少 一些寿山 伤丸等等 相对的也会俘虏了一些国军士兵 那在地管仁西的散干林边区 其实要补充新兵是很难的 所以部队不得已 到最后就以俘虏的国军为主体 那一般都在六成以上 那有的连队甚至也还超过了八成 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说 这样子还可以打吗 因为你俘虏的国军加进来之后 一定会有观念上 思想上包含立场上面的冲突 一定会有一些内部的矛盾 其实这些所谓的解放战士 的确是把他们原来的一些价值观念 这个思想等等就带入了部队 其实就引发了一些老兵的不满 被认为只知道说 吃谁的粮 砍谁的枪 就给谁打仗 这种观念太老透 整个作战的态度也不是很积极 公务员的心态也对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湖中南的部队虽然那个时候 被吃掉了一些 毕竟人多 加上还有西北的马家军 还是可以勉强控制整个陕北的局面 而从实际的角度来看 共军其实自己 我们自己上集也提过 其实也是到了几乎打不下去的地步 这是我们必须要先理解的客观事实 了解这些才能知道说 为什么毛泽东 他会在1947年的7月底的时候 会说陕北现在情况甚为困难 陕北不能支持 会说出这种话 所以西北野战军到底是怎么去改造 蒋介石他在1947年的6月 那个时候他就曾经提过 国军内部在检讨打败战的原因 都不够真切 不够真实 而匪军也就是共军 他们的检讨工作 蒋介石公开说的 做得非常的严肃 确实 而且他们最大的阐述是在于组织 尤其是连以下的组织 这些组织可以使连续团 官兵团结 思想凝固 技术提高 还有政工人员怎么样子以身作者 鼓励士气 蒋介石说这些共军都已经把他 制度都已经建立起来 总之因为进入了冬季 国共双方他们就在 陕北各自修整 而西北野战军就利用这个时间 把老蒋认为做得很好的 这种检讨工作 就把它提升到2.0版 甚至于是3.0版 就进一步发动了三查诉苦 也就是查斗志 查思想 查阶级 然后再加上诉苦教育 犯起了这些被俯士兵的这种阶级型 这种觉悟 还有就是西北野战军找到的一个国军的灶门 也就是他们发动了国共两军对比教育 但解放战士控诉他们被抓兵自苦 还有就是他们在部队里面怎么样遭到虐待 要他们把意义的说出来 对比就是说解放军这边是官兵平等 类似这些只要有了比较以后 这个差别就出来了 然后也就可以提高这些解放战士他们的认知 提高战斗意志 所以除了从脑袋下手 还有攻心计 动之以情 说之以理 1948年元月 廖汉生就向毛泽东还有周恩来报告 新式整军运动的改造成果 他说毛泽东听到了连队有八成是被俘的国军士兵 然后这些士兵的节目也大大的提高 就很高兴的说 我们中央书区从以前就一直想要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方法 那这次的诉苦三茶就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那总之就是经过了这些教育 廖汉生他就说基本解决了部队里面老兵新兵的问题 也找到了如何消化改造解放兵 也就是解放战士的这种诀窍 更重要的就是把指战员的斗志给激发出来 愿意杀敌立功 这个以前我们在讲到 比如说像太原保卫战等等 或太原战役 比如说那个之前提到的赵伯伯 他自己就在讲说 他所看到的这些指战员 都是真的是敢杀敢冲 这个只要他们敢 那下面的兵就敢跟着向前冲 大家会不会吓一跳脑谈 是不是在搞认知战 那他没有 我觉得他就是陈述那段 大家比较陌生一点的历史 但我还是要问 刚刚前面提到蒋介石其实蛮称赞的 那他后来怎么看现在这一段 蒋介石他其实对被俘的共军 其实是比较相对不信任 两个一比就不一样 像占领府 就是我们其实是军的军长 占领府他在孟娘故拜王 蒋介石他后来检讨 为什么会打输 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战领府的部队里面 有三千的被俘的共军 他那个时候要战领府不要用 把这些人全部都送到后方 去收容改造 结果没想到战领府 还是把他们拿来当杂役兵 结果最后在孟娘故 遇到那种猛烈的炮火 那这些士兵就曾经就在阵地里面 就鼓噪 甚至于裹挟长官 让整个局势完全无法挽回 当然蒋介石他的顾虑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不对 像以前台视的知名主播 圣竹如 他的父亲圣文 他其实是胡东南的参谋长 他那个时候在回忆录里面 就提到说 很多国军部队里面 有一个最大的不良习惯 就是任意补充兵员 结果就遭到渗透 一开战 施展就被逮捕 所以他就严格禁止 所以他的部队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还没有开打 就全军覆没的这些事情 总的来说 解放军他消化国军的能力 其实是非常厉害 国军越打人越少 解放军是越打人越多 这是国共内战里面 算方实力消展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之后有机会 其实可以专门讲一集也可以 不过这边还是要拉回来讲 就是经过了新式整军运动的 西北野战军 就在整边第一军 也就是胡东南的部队 整一军的三个师 调离三北 才十天左右 就很快地在1948年的2月下旬 发动了宜川战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